婚姻的讓年輕人自己去決定 我個人要求 對對對 看到女兒要嫁人 要牽著她進去嗎 那當然啦 難道要找警衛嗎 哈哈哈哈 你跟女婿一起嗎 呃 有見面聊天 對 見面聊天 但是這個話不投機半句多嘛 哈哈哈哈 跟女婿話不投機 沒有啦 開玩笑當然很合啦 對不對 對 那就是 呃 婚姻的讓年輕人自己去決定嘛 但是我個人是傾向於低調 低調 再低調 很難 比較難 但是我們就盡量低調 憲哥那婚期定了嗎 確定不會邀請的就是 媒體的會員 哈哈哈哈 幹嘛叫 Maybe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給一張婚叉照 也就這樣 那憲哥會像乃哥那樣 在婚宴上過嗎 人之常情的我覺得 我應該過不了那一關 因為看到女兒要嫁人 那要親子的房間去嗎 那當然啦 我們都要 警衛嘛 哈哈哈哈 兩個節目有五首歌 還是這樣第一個 我會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還幫她寫歌啦 哎呀 不能講 對啊 每個都寫一首嗎 而且每一個要求的都不一樣 所以完成了嗎 寫三集 對 那可以唱一下 阿露西派是自己寫 嗯不要不要不要 唱就會掉眼淚 所以憲哥您花幾天寫那一首歌啊 呃 花了二十幾年 哦 對 他們 從小 然後我就 有每一個孩子的個性都不一樣 有手感 我就寫下來 很感動 對啊 我羨慕有一個 叫做吳宗憲的爸爸 對啊 連我自己都羨慕 這是歌名喔 蛤 這是歌名 歌名這樣會不會太噁心了 好羨慕有一個吳宗憲的爸爸 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 那這就是 今年啦 人嘛就是責任啦 對啦 那歌名可以透露一下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還沒有寫上巨大的歌名 但類似是 給你的歌 嗯 類似這種 他裡面交代的成分比較多 後來就糟糕 爸爸怎麼性格像 像媽媽一樣 很悼念 這個要怎麼樣 都在交代一堆事情 然後也就 越是生活所適 那就 越覺得 民族珍貴 他們在安排 不畏國人就在台北 就在台北 就在台北 好好的 好好的 有人拖了 渗 很有分 5 哈哈 可以 給小魚吃光 也看啊 也看啊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柏茵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舒遙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滿不合的 欸真的嗎 對但是會 看什麼看 快聽給我 誇了 快小聲 真的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